至於射箭場上最後四面金牌 獎落誰家 來看到凡曲宮的個人決賽 男子組冠軍站 由輔仁大學陳信夫 為地主學校留下一金 那我們來看到 女子組是上演了 學姐學妹的對決戲碼 中華大學的林詩佳 最後是擊敗學妹譚雅婷 用金牌在大學的最後 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十分 十分間到手 中華大學射箭好手林詩佳 維持一貫冷靜沉穩的風格 她在104年全大運 凡曲宮個人決賽 擊敗學妹譚雅婷勇奪金牌 大四的林詩佳 也為即將畢業的大學生涯 留下最驕傲的回憶 這是最後一年的大專輩 拿到金牌我覺得其實還滿開心的 就是也獻給教練 獻給我們隊上的隊友們 林詩佳和譚雅婷 兩人雙雙入選光州世大運國手 對於即將和世界頂尖射手 一較高下 林詩佳心中充滿期待 最想對決地主南韓隊 最想要切磋的國家 就應該是南韓吧 就是目前以色界來 他是算不錯的國家 台灣的射箭水準有越來越好 相信我們應該可以擊敗南韓 另外看到凡曲宮男子組決賽 夫人大學陳信夫 全年冠軍站影恨取局第二 今年捲土重來決賽頂足壓力 擊敗國體大羅偉銘 順利幫地主留下一面金牌 去年就跟金牌差盡了過 這一場比賽信心真的滿好的 全大運最後一天 除了凡曲宮之外 複合宮項目決賽同樣話題十足 前三名的選手將披上中華隊戰袍 出征光州使打運 最後男女金牌分別由國體大林詩敏 和文化大學吳婷婷拿下 其中林詩敏改練複合宮只有短短七個月 就一舉射下射箭生涯中第一面金牌 之前練繁曲宮的時候都是銀牌 就是差一點點鈴門一角 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塊金牌 我覺得蠻特別的 這次的話目標設在金牌 讓自己去拿下一個國際賽一個獎牌 全大運射箭比賽搞一個段落 拿下獎牌的射手們只有短暫休息時間 接下來馬上要拉滿弓 把箭射向七月施打運和世界盃 期盼中華射手群能繼續發揮百步穿揚的功力 在國際賽場上每支箭都能正中紅心